它是被誉为东方宝石的西式真琴 是在日本已经被宣布灭绝的国宝圣鸟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比黄金还珍贵的鸟类大熊猫 朱环 古人云翩翩起舞 西朱露 来临春堂 西绿树 羽毛如茧 色如染 远非玉下双翅恋 其中朱露指的便是今天的主角朱环 作为中等体型的摄琴 浑身白色 背河两翅即尾坠有粉红色 后枕有一条柳叶形的鱼棺 鹅道面颊部是鲜红色 平时里 朱环栖息于西流 沼泽 稻田 以鱼 蟹 蛙 螺等水生物 以及昆虫为食 在我国 它不仅稳坐一级保护动物的宝座 它在日本更是有国鸟的地位 被奉为神鸟 遗憾的是 尊贵如朱环 却惨遭秘诀 真的是国鸟 国鸟 最后连鸟都没了 可是既然被称为国鸟 为什么依旧会走上消亡之路呢 原来在十九世纪 朱环喜欢在水田里觅食吃 日本当地的居民 李索当然认为 他会偷吃农作物 毁坏良田 自然把朱环认定为害鸟 估计此刻 麻雀心里想 这波操作我熟 就这样 朱环背上了黑锅 被肆意的捕杀 这还不算完 栖息地别缩小 农田大规模使用农药 再加上一些狩猎者 再坚强如朱环 也抵挡不住轮帆折腾 一袋裹鸟成害鸟 沉湿遍地无处找 当朱环仅送五只时候 日本政府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可惜维持晚矣 1981年12月 日本将境内仅存的 五只朱环全部捕获 试图利用人工环境 拯救朱环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这五只野生的朱环的蛋 全部都止步孵化在这一步 03年的10月 随着这五只朱环 最后一只朱环阿金死亡之后 日本境内再无朱环 日本的前车际线 为我国拯救朱环的行动 敲响了警钟 1981年 中科院刘因曾先生 就经历了三年 五万多公里的考察 在陕西 阳县 摇街沟 重新发现了七只朱环的野生种群 政府高都中指 成立了秦岭一号朱环种群的 私人保护小组 81年到90年 他们日夜坚守着 秦岭一号朱环种群十年 他们是朱环保护 名副其实的功臣 从发现的七只到现在的5000多只 真的是惊险 堪称世界宾威保护动物的典范 而朱环也成功脱身宾威行列 进入了异威等级 而且为了更好地营造朱环的生活环境 为了更好地保护朱环 当地提出了四不准原则 不准在朱环活动区捕猎 不准砍伐朱环巢穴的树木 不准在朱环觅食区域散播农药核化肥 不许在朱环繁殖区域开荒和放炮 为了防止倒立者 国家还把朱环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什么概念 意思就是你如果动了它 最高的行期能达到十年以上 也就是说此鸟是老底坐船的鸟 良好的维护导致的是 国外已经灭绝的鸟 在朱环的原产地阳县 人们经常都看到朱环飞 在最后一头雄性北白西苏丹 有四十人的军队保护室 依然倒在了肯尼亚的草原上 活了一亿多年的长江白巡 在江中含恨离去 而朱环的种群复兴 属于黑暗中的一点光亮 沿到此处感慨极深 日本国鸟空中午 若干年后全入土 我方吸取全人力 十载过去全露出 不知道看完视频的你 最想拯救哪个动物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啊 我是大魔王 一个带你越遍云古洪荒 一览史前岁月的同行者